台電十九號才因為地下電纜故障 導致高雄左營區有四千多戶停電 結果今天上午的十點多開始 高鐵左營站 還有台鐵新左營站等高壓用戶 又接連了無預警跳電停電 雖然高鐵台鐵行車不受影響 不過台鐵的售票系統 閘門等設備是因此停擺 影響超過兩百人購票 對此台電視回應表示 事故原因是平山變電所系統電壓異常偏高 電幅廳停電暫停只能改爬樓梯 來接朋友的民眾得爬上兩層樓高 氣喘吁吁 來到車站大廳售票口貼著暫停售票公告 台鐵新左營站二十一號中午十一點左右 無預警停電 雖行車沒異常 但電梯 售票系統 電子時刻表及閘門等全停擺 讓想買票或刷卡搭車的民眾不知所措 經搶修相關設備下午兩點前陸續復電 統計影響各票乘客約兩三百人 與台鐵共購的高鐵左營站 以及鄰近的汗神巨彈購物廣場 及景廣電臺 上午也分別出現跳電停電狀況 高鐵列車不受影響 但汗神巨彈延後一小時開電 不知其民眾等在門口 追查原因是臺電平山變電所系統電壓異常偏高 十點二十分 平山變電所因系統電壓異常偏高 造成左營高鐵站等高壓用戶過壓保護動作停電 以十二十二十分前四戶電完成 臺電十九號才因地下電纜故障 導致左營區四千六百多戶停電 如今又因電壓異常導致雙鐵等四戶高壓戶停電 引發民眾不滿 臺電致歉表示會詳細調查異常原因 記者陳煥與陳顯坤高雄報導